根據瞭解民進黨永遠的軍師 蚯蚓人八月開始領軍政策小組 擬定可行的政策 並與政院分進合集 而不只是民進黨 同樣是擬定政策 韓國瑜的國政顧問團 蔡候選人是在選民面前 滔滔不絕的論述 背後的軍師和中央的幕僚 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總裁文到桃園出席大型機具展 宣布每年八億元 補助大型農機 這項政策傳出有他參與討論 民進黨智庫執行長邱逸仁 公開場合亮相幾乎是 齊爾直靶 黑色蒞臨西裝 和哈利波特巫師史內斧相像 長處 頭腦清楚 冷靜分析對手 大選都缺不了他 在裡面邱逸仁其實都扮演 這個軍事的角色 更快的讓社會所知道 而且為接納 我想邱逸仁確實是個 各種的這個高手 就要解邱逸仁從八月開始 領軍的政策團隊 包括總統府副秘書長施克和 辦人丁允宮 行政院辦公室主任黃志達 人選不固定 以政策為主 討論可行性與政院分進合集 韓國瑜國政部團 以來拚政策 由副首張善政領軍 杜子君 李鴻元 蔡玉玲 三人擔任副總召 為了國政顧問團 某種程度來講 就只是提供一個諮詢 也都必須要等到執政之後 才有機會作為驗證的狀況之下 這兩個不會是相同的組織 總統大選將來綠候選人 各有支持者 國大選中不只要選人 也要看政策 有沒有要符合需求可不可行 才能搶到中間選票 華益新聞蔡玉玲 叛見任 台北報導 總統大選